平身得作愧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我相信各位都猜到我是支持定立 无面法的人士 我是一位的士司机 在前晚,我载载一位警察的乘客 他跟我说,很奇怪 当这些暴徒戴着口罩的时候 他们就会穷空极恶,横盲无理 但是当他们脱下口罩的时候 就会变得斯文大方,奔奔有礼 延去厕所或者一相,外杯水都会不改前,不改后 魔鬼不是藏在细节里面 魔鬼是藏在口罩后面 行公义,好联敏,和平博爱,一视同仁,自由民主 是你那些民主派念念有词的口号 但是你们连最基本尊重反对者的声音都做不到 一言不合,就打,扎,抢,烧 由八岁至八十岁都无一行变 这些就是你们民主派的真正面目 也都是你们戴口罩的真正原因 你们是骗子,你们是暴徒 我们不是不能够容忍戴口罩出来的市民 我们只是不能够容忍戴口罩出来的暴徒 所以定立无命法是有它的必要和及时的 苦海无崖,回头是岸 希望你们脱下你的口罩 我们是会原谅你们的 最后我想在这里 向过去四个多月辛辛苦苦 守卫我们香港的警察 说一声,Thank you sir